我对双胸没兴趣 小狐狸跟我走 我可以放过这位点苍派的狐狸 这位大叔要带我去哪里 这位大叔要带我去哪里 苍茗山也有美景之处 我带你观赏一下 我看这里就已经很漂亮了 我与明胜小时候也挨在这片桃花灵里捉迷藏 你们也曾天真无猜 当然 直到有一天 师尊幽冥索将苍茗山掌门之位传给明胜 而不是我 明胜是你师兄 掌幽有序 没错呀 他的修为不及我一半 凭什么做掌教 带你去换回我应得 修下带走 Our servant 修下带走来的姑娘 好 哦 szer 呀 筱 蛤 far 别怪救命 魔道宗师鬼圣大师 不过如此 好个点仓剑 能让我乱了步子 就已经是你点仓派的荣耀了 这么大口气 哪个姑娘愿意和你双修 见到本尊须遇见 还不快快逃窜 放过眼 姐姐 我跟你走 蓝姑娘 小狐狸突然这么懂事 不可以 蓝姑娘 草弥山那些妖人 虽然双修吸人旋律功法 说了我对双修没兴趣 我不管你什么目的 要带走我 去允诺我三个条件 要带走你一如反掌 竟然还跟本尊提条件 条件不过分 一 放了燕姐姐 二 无需捆绑 我自行跟随 三 什么 告诉我 为什么要抓我 出生到现在 十六年了 身边关爱我的人 一个个都会死去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父母是谁 明明中总有声音告诉我 要报一个人的恩 报一个人的仇 我却不知恩人是谁 仇人又是谁 这位大叔 你能告诉我吗 我又是也被师尊收养 不知父母是谁 我不想再害到身边人 尤其是燕姐姐 蓝姑娘 原来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和你相比 我从小被母亲 就派女主保护 教导 那是极大的福祉了 可惜母亲她 那今后就让我来 你少来 这种话听了就落了 真心实意 绝无虚言 双修就双修 哪那么多废话 我答应你 找个地方自己休息 玄门魔道与我何干 等我回来 也要学师伯这么洒脱 找个地方自己休息 玄门魔道与我何干 大逆不道啊 不光不飞升 连玄门也不呆了吗 要说大逆不道啊 师伯您不遑多让 我 我怎么了 您不愿接任长教 借口额眉是修行福地 要将青城派开枝散叶 而另立额眉派 这不是骗了师祖吗 那 没错 这就是额眉派 这块木头 还是我帮您捡来的呢 您刻几个字也不好好刻 那又怎么样 堂堂正正的俄眉派 我记得挂起这块牌子之前的几十年 您只用白鹅在柱子上写 俄眉派三字而已 这 这也太不上心了 喝酒喝酒 这些小事不足挂齿 还有啊 师伯 这俄眉派的徒弟呢 都五百娘了 一个都没有 徒弟 难道不行吗 我们青城派的创派 祖师青雁神君 也只是一只青鸟啊 火灵儿这么聪明 定能接任俄眉长教 忠心俄眉派 是是是 师伯说的是 您时常下山除妖伏魔 救助百姓 余下的时间 每日五件读书 饮酒作诗 洒脱不羁 酣惩淋漓 风无常事 水无常行 若存了执着之心 又怎会有大自在 执着 岂不就是心生贪念 如同心魔一般 中原界的安危 靠你了 让我再看一眼 这逍遥之地 再去求大自在 我并不知晓 你的恩人是谁 我只知道 你的仇人是谁 温乾坤 未经许可 这个事件是谁